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精彩视频 等你来看 在上一期的节目中 董璐带领着足球小将队 势如破竹 一路高歌 可以 可以 没关系 足球 断球后直接先进 到小基金里面射门 球进了 面对失利 天惊天剑 究竟是会继续沉沦 还是逆风翻盘呢 你们怎么丢得这么简单呢 你们又给他们压力 而在接下来穷中女俗 和苏州城市冠军队的对抗中 谁会拿下来本轮的首胜 并获得排名的积分呢 双方下半场现在是交换场地 一滴再战 可快小点吧 这鱼 孩子们才第一场比赛 就遇到这样的天气 但是我听董老师 还有听那些小球员们的 这个口吻 我觉得他们觉得 这个就是他们训练的一个常态 然后而且我觉得孩子们很享受 他们觉得这种天气 踢球特别爽 特别凉快 那我问你们 就是为什么今天这么大的雨 要踢球 为什么要踢这场比赛 主要是内耳踢爽 不是 酸米米 内耳踢 内耳踢 短练 能踢我玩玩 不能 你快说你的了 让你说 因为那耳踢 感觉下雨天比较有兴趣 就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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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怕空气突然寂寂 而且还两块 你们的雨不会感冒吗 大热前怕什么感冒 大热前怕什么感冒 下雨 你问清人什么 听我说野三 下雨天 你刚问的问题是吗 好 观众朋友们 现在继续来看天惊天剑 从清华腹中足足小将 下半场比赛 三比一的时候感觉还好 回来的时候 就还能打回来 我们还是觉得能打回来 双方下半场 现在是交换场地 一级再战 追的 上来 上来 抢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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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来 上来 顶上来 往上走 快 快 找尖口 有有 滴雷 抛起来 追 有 有 滴雷 往前 滴雷 李天忆在防守大陆犯规了 李天忆在防守大陆犯规了 对方在左路的队长 还是很有冲击力的 他的身体很好 有一定的技术意识 应该说是不错的球员 你打嘴巴直接扇我脸了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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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耳朵都疼了 我现在耳朵还有点磨的声音 我耳朵都闪到了 不 你倒了 就是你倒了 我倒了 我跟你猜问说 他扇我耳袜子 给我扇梦了 不 那就 宁可被打死 也不能被吓死 也不能被吓死 给我扇梦了 天津天剑获得任凶机会 这对小队员们来讲 也是考验 打出去啊 守门把球得到 上来上来 滴来滴来往里走 跳起来 现在足球闪上来进攻 攻到军区里边 守门出击 华杰险情 还有 射门 球 球进了 可以 可以 来 太吓死了 我觉得这些小朋友太会了 别看他们才十岁左右 他们已经知道 就是怎么样去庆祝自己的一个胜利 我们做的那个动作是我们李燕宁的专属动作 他进了一个球 他就邀请我们一起去做他那个动作 你就觉得这些小朋友就是 他们已经不是我们概念里面这种十岁十一岁的小孩 已经是感觉身经百战 然后也会知道自己怎么样在镜头前表现自己展示自己 确实他整个球队战术能力 包括在场上的一些协调组织能力 我觉得应该来讲还是挺强的 防守的时候在那一侧收进来 我所带的这帮孩子可能 一些小的环节上 我觉得确实处理的没有对手好 没关系 没关系 那我也能够感受到 我所带的这帮孩子们 他有想赢球的这种欲望 往前 上来 十八号移过圈 十八号队友那边移 猛力挤 好 现在是图示转量力进攻 面对门匠 直接射门 手面把他挡出来 宣哥 可以最简单点 打上来 到 盖车门 哇 球又进了 三比一的时候感觉还好 因为我们从回来的时候 就还能打回来 就感觉还能打回来 结果到五比一的时候 我们还是觉得能打回来 从五比一以后就 好球 好球 对方后绑线太差了 留下来的空档太大 很容易被 很容易吃动作 被家能做方的 就多少钱切掉 对方踢得怎么样 挺好 非常好 他们的默契 很有默契 射门 球尽了 配合也打得很多 自己的 脚下的基本功力也非常好 盘带动力挺好 表现很好 表现很好 有点硬 各项比我们表现得都比较出色 没事 跟你说看吧 看了才能记住他们是什么个技术 对不对 只要不当双位数 我不就是胜利 你可真行 对自己抱我那么大的心心 不能那么气馁 打不到的 肯定打不到双数位的 宁可被打死 也不能被吓死 也不能被吓死 滴雷 滴雷往里走 滴雷 我觉得不能单纯的做比较 说谁强谁弱 我觉得成绩我完全不在乎 有滴雷 不是孩子们差 或者孩子们弱 因为足球就是一个需要你不断地训练 不断地重复 不断地磨合的一项运动 好球 我们的队伍还有很多要学习的地方 让孩子把足球不仅仅当成是一项运动 可以 可以 数错地来 比其实我们的教练员是不会输的 把它变成对待竞技的态度 对待人生的态度 包括对待失败和对待胜利的态度 对待自己的认识和对集体的感受 所以它应该是一个文化舞 我们只是需要更多的时间去磨合去训练 我依然觉得我们的小队员是很棒的 地雷 对了 带起来 小心 小心 到门前了 好 拉一把 拉一把 还不犯规吗 是我们的牌吗 是地雷的牌吗 是地雷的牌吗 四面的 四面的 对 我也看到 对面是拉地雷了吗 在 裁判 第一次 是给个牌吗 对 对面吃了个黄牌 来 您是教练员 不用教我什么路裁判好吗 请你回去 裁判 你听我说 孩子拿到黄牌会非常挫败感 小孩子得黄牌是非常非常难过的一件事情 他甚至会冲淡他今天赢球或者进球的那一份好心情 雨诺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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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来 上来 顶上来 作为一个教练 不应该在场边对裁判有这样的这种大喊大叫 瞧起来 但是我从积极的角度来讲 也许我用我的一个不太理智的行为 通过我们的超级少年 向所有的青少年的执法的裁判 能够传递一种青少年足球的 一种特殊的规律吧 小代 到底先拿脚尖捅或者挑 我觉得他很在意这场比赛 虽然他嘴巴上说成绩不重要 说那个比分才是最后的 但我觉得他的 他应该是比这些小朋友们还要紧张 可以了 打上来 躺起来 侧身压住他 因为我是从一开始就看到董老师 就是在小朋友还没来的时候 就看到董老师就是一直就是 就是心情很沉重的样子 小赵 起来 扛他 球又进了 8号 赵松远 在刚才那个进球时间间隔不到一分半钟 又打进了他个人奔赏比赛的第二个路球 好 漂亮 主下盘全场比赛结束的哨声 可以 太棒了 对 直到刚才比赛结束 才看到了董老师就是整个人放松了 然后混心的笑 我真的觉得 她是最紧张的那一个 最终这场比赛呢 以8比1大获全胜 结束了 好样的给她们鼓鼓劲 不容易了 就是能够有一种仪式感 让孩子们能够感谢对手 尝怀一颗感恩之心宝 毕竟路还长 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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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加油 加油 加油 没有对手也没有你的表现 感谢对方的教练 感谢裁判 感谢关键 不错 不错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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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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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加油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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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挺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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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这样 你们累吗 累不累 好 上场上 来 这样 把你们刚才在场上的问题 我来场上帮你们摆一下 来 她先问说你们累不累 她是先关心孩子的状态 孩子们说不累 好 来我们回到场上 我实地地带你们去复盘 好 记住 先从我拿球开始 位置帮你们走一下 记住 走 今天在场上能够做的 还没有做到的一些东西 我会来帮助他们去在场上训练 解决掉 10号 你的位置在哪里 对 跟着我走 对 当她冒着雨 在雨里面 拉着你一起练 拖着孩子们说 来 跟我走 跟我走 压上的时候 对孩子们心里面的感受 也会不一样 我实实在在觉得 如果这样一批新的教练员身上 他们能带来这种 最先进的教育理念 就孩子们会非常正能量 非常正面 非常向上 我觉得中国足球会有希望的 走 走 把球传给他 传给边路 8号要球 考拉驿站 澳洲好物 全球抵驾 来微博参与抄球少年话题讨论 学习足球赛场小知识 为喜欢的少年球队打call 咱们第一场对群中女俗 群中女俗 别以为对女族就那么容易 你们对穷中女族也不是特别了解 所以一定要重视起来 小二老 这穷中女族集训已经在四年以上了 停球也要快 黄钉啊 拖球也要快 不是那么慢 没有用 好 来 再来一遍 在小的时候 男女这个 其实来讲 它不会有太大差别 男生相对来说比女生要快一些 力量要大下 奔跑能力各方面都比女生要强 我们相对来说跟男生在一起的话 肯定是弱的一致 苏州 杨诚老师的 杨诚教练 杨诚指导的 杨诚教练 不要过早的往前跑 好吧 要注意那边也是啊 今天我去看了一下 感觉他们来的每一支队伍都是实力很强的 对于来说我们比赛的压力会 小岛 不得不说 你做出了一个错误的事 而且杨诚老呢 指教这支队伍呢 我们之前跟他打过 嗯 我们是惨败 惨败 当然 这些不会跟队员去说 但是我心里要清楚 下面的比赛 就看你们的表现 不要辱了穷中女竹这四个字 这是第五批的女孩子 但是她们现在的成绩 绝对不如她们师姐的成绩 我希望她们这一批 在运动成绩方面 一定要超越她们的世界 她们世界现在取得了很多成绩 包括在拳运会冠军 学生运动会亚军 哥德威世界 她们又拿了冠军 而且有四个国家队 在国青 国少的队员 所以这些成绩这些数据 足以证明 就第四批这些世界 要比她们强 她们要取得这些成绩 必须要超过她们世界 这才是一个健康向上 发展的一条路 如果她是没有 要是没有超过的话 那就是她们退不过 接下来比赛的时候的要求 打出你们的作风 打出我们的精神 这是教练对你们的要求 咱们先做二打一 这有一定的对抗了 对 非常好 报仇 对 慢一点 慢一点 快走 不着急 打进 把球打进 做好球 对 可以 打进啊 打进 做好球 对 可以 打进啊 最后一下 把球打进 她们做这简单二打一的时候 效果并不是很好 她们才达到20%到30% 这个太低了 苏州队的助理教练啊 跟我沟通了 就是这个队呢 打比赛的时候 她属于慢热型球队 就是她进入状态的时候 一般是开场 大概5分钟 10分钟之后 才能逐渐进入状态 就是说比赛来讲呢 这是一个很担心的一件事 我看一下你们三个人协调 时间啊 好 走了 太小这事 大事 让她能听见 如果说金磊没抬头看你 就是低着头呢 要听着你的声 说 我就感觉这个球队呢 他们好像这种大声说话呀 场上这种呼应啊 做得不够 这个确实是足球有些地域的这种 不一样 北方的孩子呢 他性格比较开放 他就你不跟他说呼应 他都眨着呼呼地走路啊 说话什么的 按咱们说可能比较闹一点 但是球场上我们需要这样 要求要通过什么 呼应 他也不跟我说话 我都 我是全凭眼睛 看他在哪儿 晚了 晚了 多处理一下球 这也有点晚 再早点放 外围动起来 别把球传进来 对 呼应 呼应忘了 我其实在训练场上 对他们的要求是极其严格 他们从我的面部表情啊 各个方面都能感觉到这种 这种严肃性 我个人认为在训练场后 在比赛指挥的时候 容不得一点玩笑 你看了没有 看了没有 观察了没有 我一直在说教育它不是万能的 每个孩子都是有惰性的 每个人也是一样都有惰性 没有要求训练 那就不是训练 这我训练是 就是咆哮式的 咆哮式的 停球也要快 黄冰啊 啪 投球也要快 不是那么慢 没有用 好 来 再来一遍 好了 准备 走 把头抬起来 下动作 重心下来 要快要快 快要快 快要快 快 其实我训练是 就是咆哮式的 杨诚与萧山这两位明星教练 为了第二天的比赛 都根据各自队伍的特点 进行了针对性的训练 在完成了紧张训练过后的小球员们 回到营地后 等待他们的 又会是什么呢 超球少年 下节更精彩 超球少年 现在继续 下节目搜紧张训练 还指定服务商 唤喜全国健康喜护行业 推动者 哈喽 哈喽 人呢 哈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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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好 你们都那个 休息好了吗 休息了 好了 训练得怎么样 感觉 还可以 还行 就是说 还是很有信心 能赢了他们的是吗 是 拿取我们的真实水平和实力 让他们看看我们到底有多么优秀 多么厉害 好不好 好 现在咱们让买妈妈给大家讲讲 她有什么话想跟大家说 你知道你们 在秋早上 那一瞬间的时候 人先上万的 就跟你们一样大的孩子 有多么羡慕你们呢 我的儿子看到 如果在电视上看到你们的话 他绝对羡慕得流口水 不再把他擦过去 珍惜当下 珍惜 什么叫珍惜 知道了吗 知道了吗 不知道孩子能不能去体会到和懂 不懂 我觉得作为妈妈来说 也要唠叨 其实我就特别想说珍惜这种兄弟情 这边在房间里跟我玩了个啥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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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定要在我儿子面前献下 你得亲自表演一下 让我儿子面前 王爷 Swami 王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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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儿的小眼神 大家有没有观察到 我们的队长 金雷下来的时候 好像就有点不开心 对不对 看着这个金雷回来以后 情绪不对 吃饭的时候 也没有跟我们在一起吃 是跑到那边 那个小桌上吃的 发现他那个 不好的情绪 就依然存在 你知道吗 而且很厉害 我当时脑子转得特别快 来红妹 如果是你的儿子 今天这个举动 你怎么办 我肯定找他谈 必须谈 一定要跟他聊透了 你来说说 然后我在屋里 然后今天就到我们房间 在那骂陈耀义 然后我就说 不要骂 然后就吵起来 那做错了 不就得说出来吗 别以为他当时是队长 就不能说他 关键是我没吃啊 对 我没说你吃 我说你拿了 你当时说的是 教练也说的是 拿了就不能提比赛 当时你说的是 拿了就不能提比赛 你先别讲话 行不行 让我说一句 你跟陈耀义在后面 就说金雷吃饼干 告教练 哦 他骂谁 你指一下 到我 啊 到我 他们俩说的正确吗 我问你 对不对 是不是这个过程 你就点个头 或者是姚姚总 不回答吗 不回答的话 这个问题怎么去解决他 这可不行 对吧 你这现在牵扯到两三个人 这种现象一定要杜绝的 这个队长呀 首先求几枚的说 就是个性满强的 你看现在的小眼神 嗯 我的天啊 不行了 这这这身仇大恨了 谁也不要理谁了 他小眼神嗖嗖的 看着满动有点害怕 他们俩说的是不是事实 我说我理个这个 是事实 嗯 好 他点头了 是事实 足球要的是什么 团结 对 来 乖乖 你你你站过来 快站过来乖乖 说完以后还不好使 这个时候你千万不要弱 这个时候脑子转特快 那好我就来一个异毒攻毒的招 可以 我没有说你错 你如果还是觉得哼哼的 这个也对不起你 那个也是错了 眼睛还是要放射出那种光芒的话 我认为咱们全队都不要比赛 咱们宣布暂停 可以吗 不可以吗 一说的时候我用余光 一看那个锦内那表情 马上就 哎 花喝多了 不比了吧 摇摇头不行 我这招还挺好 那好 既然我看到这一幕了 我就必须要把这个 心灵上的小疙瘩给它扭开了 咱们才能好好地开展 咱们的训练也好 比赛也好 你是队长 我相信你能做到的 好 能不能 能吧 好 来 你俩握握手 可以吗 嗯 有好能处 对 对吧 嗯 嗯 哎呀 消消气 不要生气了 他都不是事 好了吧 行 那那今天这个 现在 最后我问一下这个 现在还 还生气 不生气了 你也生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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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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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不生气了 不想消气了 不错不错 对吧 好 其实在讲这个事情 也是要给大家上一课 足球要的就是团结 你没有团结的话 你还想胜 你想靠你一个人 躺着球 过到对方的门里头 是不可能的 喊一下这个口号好不好 我也想跟我们喊一下 哥哥 队长 队长 来 来 一二三 速度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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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集训生活中 球员之间免不了会有各种小摩擦 也正是因为明星妈妈的及时交正与劝导 既然我看到这一幕了 我就必须要打这个心灵上的小疙瘩能也拍了 让这些十二岁的小球员们学会了理解与包容 想我了吗 你们送点牛奶 半月板这一圈是不是 特别危险 你们真的要保护自己 每一次的磨练 每一次的坚持 正是他们在清训路上的成长 也蜕变 谢谢范导 我们是女孩子嘛 我们本来就需要保护的嘛 所以我真的很为你们骄傲 你们特别特别棒 救救弟兄 救救救 三六一对儿童 玩到底 Roth or Play 大家都做钱的了 都做钱的了 大家都知道咱们那个阵型是什么阵型 对吧 对手呢是穷州女卒 别以为女卒 请求风能赢 足球啊 千万别这么想 我们今天比赛上场的人 第一个要求 打出精神作风 上场打比赛的时候 给我狠眼 下脚狠眼 凶脸 下面的比赛 就看你们的表现 不要辱了穷州女卒的四个字 第一场比赛是因为什么 就是说当时省里面有一件事情 是必须让我回来开会 记住啊 这个是很关键的啊 听完了没有 高教练呢 是我 2005年到穷州 带的第一批队员 我是肖靖令的第一批弟子 然后毕业也回到穷州女卒工作 我是想像肖靖令一样 回到这个地方 帮助更多的农村小孩子 通过足球可以上大学 我是这么想的 我们一会打比赛的时候 又喊男话说 他们听不懂我的战术 所以我们尽量地穿完就跑 不要跟他们身体去撞 我们的优点是脚下快 发挥我们的优点 所以你要充分地拉开 利用空间去打 男生他们脚下技术很好的 不要吃他们的假动作 你一吃好假动作 他会晃掉你 可以直接就打门了 有没有信心 有 我知道咱们这球队有一毛病 在比赛五分钟之后才能热起来 这不行 你们从开场一吹事 就要全力以赴 这就是比赛 呼应要大声 我今天就在场下 就要听你们的声音 好 对不起 个人觉得 这个球队应该是在这六支球队里头 应该是前三名的球队 考拉驿站 澳洲好物 全球比较 观众朋友们 各位网友 现在您看到的 这是2020超球少年杯的第二场比赛 这场比赛 由苏州队同海南穷中女卒展开交锋 还有一位大家非常熟悉 并喜爱的演员潘扬 加油 昨天我在训练场上 我看他们从事这个专业上的训练 特别有信心 我觉得我们一定能生出 杨晨这次他是作为 苏州少年队的主教练 我觉得这个比赛就是要获胜 这个没有任何可说的 苏州少年队 给来助阵的是买红妹 人生第一次可以坐在教练的 那个白凳子上 你知道吧 特别想尝试一下那种感觉 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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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哥 救救 救 少终一响比赛开始 全国女卒在往前推行进行 可以 可以啊 没事再抢回来 速度上带得积极拼抢 获得机会 这也不足以控制 好球 漂亮 他怎么跟平时看到他不一样 他平时特别温柔特老 特别害羞的感觉 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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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场了就马上换了一个人似的 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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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一个 上了 上了 后外 我看到就是我现在带的一些孩子 就是从他们的身上 就可以看到我们以前 从中里足第一批的那些队员的那些影子 是一定要去抢球 断球在场上的那种拼火 那种很劲那种拼劲 我觉得这个也是球中女足的一种精神 上胸眼啊 好的进来非常好 这个队呢属于慢热型球队 今天比赛有所改观了 苏志少年内紧摸左路传球 包抄的包抄的 机会 他有点紧张 林轩放松一点 上前王威 对 断下 速度上去那些前锋队员的球没有挺好 传球当中出现了失误 我们的队员呢 表现出来呢 踢球是很紧张 底下有这么多摄像机 对孩子们来讲呢 是个挑战 我感觉上半场不在状态 就老失球 今天刚上场的话 我自己是比较紧张的 反而是穷州女足的队员 比他们更放得开 现在穷州女足队在反击进攻 传进去 机会 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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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来 上一个来 我会看过来 射门 哇 这球太危险了 10分钟 15分钟 我看他们还是没有完全放松下来 这个就是很担心的一件事 这球呢 在传界当中球丢了 对 断下 好球 机会 险些创造破门 好 现在是输出少年队 获得大脚球机会 别忘了 补门 三 创球 拿球了 大胆拿球 快拉开 对 不着急 控制 控制 9号 金磊 接受门 漂亮 漂亮 别忘了 九号金磊呢 为苏州上年队先把头筹 对球进了应该说正是两队 正在较劲的时刻 金磊进球给苏州少年队呢 以极大的鼓舞 我觉得作为队长的话 应该早点打破这个僵局 领向了对手 就不会感到那么紧张了 金磊是在球队 依照平静啊 或者说这种关键的时候 他能起到带动这个球队的情绪 这么一个球员 我个人认为 这是球队的一个核心 没事再打回来 加油 我加油 我觉得还有机会 虽然对方进球 但没关系 看后面 我就是看持久下去 大家怎么去发挥自己 这段双方在中场附近的拉锯站 还是比较多 而且呢 两个队的拼抢都比较积极 穷中女俗的队员在中场附近 组织反击 不要紧张 稳下来打 直接打门 手边直接将冲得到 其实他们第一场比赛 不是他们真正的水平 还是有点放不开 准备大胆拿球 好 现在穷中女俗在控球 好大机会 传进去 传到中间 手边出现失误在射 球进了 好 我们看到这个球啊 是苏州少年队队员的 在中路 利用对方的防守上的松懈 8号周一鸣把球打进 可能也是我的 就这样指挥 还是不是很好 我是担心 孩子们心里有负担 一看孩子闭着眼睛的时候 又心疼 又心疼吧 又不能去安慰他 上半场比赛结束 苏州少年队以2比0领先 上半场这点要求的几点打出来了没有 打出来没有 没有打得好不好 不好 那下半场你们应该怎么做 下半场一上场的时候就给我紧起来 就是因为你们在场上打比赛的时候太松了 给他们自信心意了一个墙 如果你们不紧闭起来还是这么懒懒散散打的话 你们就会输球 简单说一下咱们上半时啊 有一点问题就是 蓝鞋守门员拿球的时候 你们俩不要离他平行的这么要求 其实对方就是这一个中风 我们可以往上一点 只要你们俩拉开点就行 明白了吗 进来也在这 这样形成一个三角 接着一球就OK了 是不是 不是 在中场的时候你记得看住那个腰 我们之前跟恒大打比赛的时候 我们为什么会赢球 我们就控制了腰 腰传不出球 他前锋怎么爬 明白了没有 记得啊 打出精神祝福 机会都是自己努力的才会有的 很好了他们是男生 我们女生已经很厉害了 很不容易了 才有机会咱们加油 他们真的是付出的 比男生还要多 不知道多少倍的努力 再加上女生特殊的小问题 都得要克服 所以 就 给他们拉喊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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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 加油 踢上 快点上自己人 快点上自己人 对 闭上 对 因为我也没有太多接触这种青少年的比赛 尤其是男女孩之间 在同年龄踢球这种比赛 我经历很少 但是今天我看了看 女孩在身体上一点不占劣势 但是男孩唯一是在灵活性上 和体重上 速度上 占有一定优势 好的 可以 陈雨萱可以 对 可以 独鹿女卒把劲断下来 五号金蕾 苏州少年队现在继续进攻 自己走 自己走 直接射门 这又是苏州少年队在前场 利用对方后卫线防守的松懈 轻松地将其打进 比赛变成了3比0 双方的下半场刚开场不到两分钟 好球 好球 这下不错啊 他起药作用很好 当然球进了是一方面 我主要鼓励他 这三个人形成的配合非常好 所以我当时给他叫了声好 我觉得还有机会 虽然对方进球 但没关系 因为还有时间 球中女卒加油 转快点 我们给你两脚 慢慢靠 好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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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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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 在这可以 可以 闭他 小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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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明队员是9号 黄薇薇 球距离球门位置比较远 而且球员站的位置非常好 直接把球抓到 加油 加油 所以我觉得他们很努力了 一直都没有放弃 那口气还是一直提着 转身走 转身走 弹在中间 这条球没有传好 转球 好球 现在场上控球的是雄东女卒 好球 好球 方展的射门被手面直接摁住 好球 好球 有差一点点 对 加油 加油 听说少年队现在在进攻当中 也是比较有剪面 好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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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们这雨越来越大嘛 一群女孩子在那个大雨中奔跑 跟男孩子这样去对抗去比赛 就是我站在场边特别心疼 加油 加油 其实今天咱们队里边有五个女孩 很不舒服 我就特别 特别心疼 我们女孩子可能身体素质上不如男生 但作为一名球员就一定要克服一切困难 赢下比赛像我们的姓姓一样 加油 冲冲女徒在进攻 加油 直接射门 球进了 好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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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孩踢得还真不错 女球员当中这个中锋 我觉得她拿球 这个转身 包括带球 这几天动作结合的非常好 镜头上来了 今天有点放开了 对 所以她说她紧张了 好 现在球中女足在进攻 但是她们现在是没有人顶到封线上去 好球 我个人认为 在这之前 其实不管上半时还是下半时 她全场起码有三到四次这种威胁的射门 这种射门 要不是我们射门表现出色的话 这个说明我们这个苏州队在防守上还存在一些问题 我觉得这个手面呢 时刻都在提醒的每个队员 而且她今天有几下铺就 都是人家形成了直接射门或者单刀球 她铺就做得也很好 往前走 往前走 穷中女足把气断下来 苏州队连续的三个进球 并没有浇灭穷中女孩拼搏的意志 她们依然勇于拼抢 希望把比分追回来 穷中女足把气断下来 苏州队也没有因为大比分的领先而意识松散 反而是更加严密的防守 竞争与友谊的结合 勇敢与技巧的融洽 青春的线条 在这雨中的球场上被描绘得淋漓尽致 美丽的足球寄托着执着的梦想 奔跑的身影闪烁着快乐的光滑 虽然穷中女足并没有把比分追回来 而且还被拉大了比分 但是她们从未放弃的精神 却给我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谢谢穷中女足 同时也谢谢苏州队 给我们带来了一场精彩的比赛 把续迟迟走了 拿一斤 把续迟迟走了 快点快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订阅 转发 打赏 超球少年 下节更精彩 超球少年 现在继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健康洗户行业 推动者 我们喝一下姜汤吧 热的 快点 姜汤暖一下身子 因为太冷了 所以要反正喝下去 这个只是刚刚开始 下面的才是真正的 所以大家不用不用有什么心理负担 就当是一个肉身吧 这个今天就是神饭 就是飞奔向日照赶去的时候 你知道吧 但是这个比赛已经打完 但是在路上的话 我已经听到了整个比赛的一个消息 我觉得小孩们应该是很拼的 对吧 能够在跟男主 包括在雨天 在对抗下 能够进一个球 证明他们还是在拼 足球是要打出作风 打出我们的激战术来 我觉得可以了 健康洗衣 找换洗 快递上门 来送取 微信搜索小程序 考栏一站 点击任何一款新衣产品 注册成为会员 静向澳洲好物 荣之高博 是目的四处 景色尽收眼底 咬着深眼是英机长空 绵长豁大 荣耀的起始 是与命运的博弈 岁月的洗礼 而荣耀的终点 是命定的召唤 巅峰的桂冠 与其说追寻荣耀 不如称之为找回荣耀 只有当忙者加冕的那一刻 方知此时此刻的荣耀 早已是彼时彼刻 拼搏的沉淀 我要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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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年墙则国墙 光环与奖杯 则是少年之墙最有力的物证 也是少年人人抢手的目标 要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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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妈我回来的 你在帮作业洗澡 好 我每天作业很多 回家还要帮爸爸妈妈做家务 但我会用一个小时的时间来踢足球 平时我对王亚轩的教育 就是当他遇到困难的时候 能够坚持 努力 拼搏 不放弃 用我们湖南话就说 吃的苦 拔的满 在我很累的时候 很想放弃 但想着 咬咬牙 万一跑完我就是第一名的能 所以就要坚持跑完 长阳铺镇中心玩小的女族 在队长王亚轩的领队下 两年里拿下多项荣誉 来 踢 来 踢 我把球权撒脚去平球 我们学校女族是2013年开始组织 由原来的时代人到现在的指示人 我是校园足球的发起者 我们想通过校园足球 带动我们学校的过程体育发展 这座依伤而建的美丽校园 在历史的纵身里也因女族的诞生 以及一次次夺冠而新增新鲜的光样 通过中国青少年发展资金会 师傅宝公益资金会 飞风之化的支持 我向足球 谢师跟晚辈 组织比赛给孩子提供平台 孩子们有了更坚实的阶梯 迈向属于他们的舞台 巅峰的平台并非唾手可得 日复一日的训练 为这座属于自己 属于团体的舞台助击 直到穿越艰难险阻登上的那一刻 登下来 登下来 这一块都兴起来 要下来 要回来 要说哪些起来 怎么进球 一定要往前面带球 一定要有向前的意思 知道没有 以足球之名成少年之势 这群抄球少年们 早已将对荣耀的追逐 溶济心血 这里的欢呼 是属于每一个少年人的散愈 攻城何以格顾顶心 协议者何以持重而行 这份关于团队 种植共荣的谜底 永远写在光耀的谜语里 个人拼搏 所以人人拼搏 精神相传 使真诚又野性的使命感 蔓延每个人的胸膛 而斑布光里的荣耀之强 已经替追攻者 刻下了集体 跃进的模样 感谢考拉一战 脸花轻温胶囊 唤喜 三六一度同装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感谢独家社交媒体平台 新浪微博 上新浪搜索 超球少年官威 为你喜欢的球员 助力加油 特别感谢合作伙伴 懂球地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懂球地 懂不懂球 都懂球地 下载ZAKER新闻客户端 关注最新最快的节目资讯 感谢ZAKER新闻客户端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感谢本节目的 独家音乐合作平台 腾讯音乐娱乐集团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打开QQ音乐 酷狗音乐 酷我音乐 全民K歌 听节目独家音频 见证超球少年成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